改善您的肤质,令您重换光彩 Trinity Laser Clinic 拥有先进的技术和最新的仪器 我们有三种类型的脱毛疗程 适用于各种肤质 均采用FDA认证的最新激光仪器 现凭优惠券购买腿部激光永久脱毛疗程 可免费获得夜下激光永久脱毛疗程 BOTOX和FULER均推出九折优惠 华语联络电话416-558-5850 安省心脏及中风基金会 华人分会主办的第13届 心血管及中风知识讲座 将于6月26日 在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举行 讲座分为9点半至下午1点 为国语时段 及下午1点半至5点为粤语时段 届时由多达15位华语专科医生 营养师 人体运动学师 及讲者以国粤语进行互动讲座 向参加者讲解怎样保持心脏健康 及预防中风 缺乏运动是导致安省华人 患上心血管病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据一项调查显示 安省华人每天的体能活动都不足15分钟 远低于政府建议的运动量 针对这个问题 安省心脏及中风基金会华人分会 特别把本年度的讲座主题定为活得健康 动出生命 并得到两位著名电视电台节目主持人的大力支持 亲自参与一项为期8个星期的运动训练 以建立一个活跃的生活习惯 在讲座中 他们向大家分享运动的好处 及当中遇到的困难 此外也邀请了营养师和人体运动学师 解释运动与营养的关系 以及不同年龄人士应该做出哪种运动 如何配合饮食等问题 提出了简易的指引 今年大会也特别邀请了极限羽毛球会 爱禁阁网球会 及文化桥的自行车出行计划 为大家示范羽毛球 网球及骑自行车的正确姿势 欢迎男女老幼参加 据调查发现 了解极限冠动脉综合症的人不多 所以今年的讲座也安排了 由心脏专科医生提供的详尽介绍 此外在诊断心脏病和中风时 医生常常会安排病人 接受不同的检查和噪影 讲座中医生也会详尽地 讲解这些检测和噪影的功用 另外精神科医生也指出 罹患心血管疾病的人 其实可能同时患上不同种的并发症 如抑郁症或失智症 以及医治心脏及中风病患的心药物等等 在讲座中 心脏及中风病患的心灵鸡汤 和心病还需心药医的环节 医生和药剂师会为您提供这方面的资讯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做运动 做有氧运动 其实我们想要燃烧到的 其实是我们的脂肪 应该要怎样做到 怎样的强度才适合你呢 其实如果你是和你的家人一起跑步 最好的方式 知道就是你和他跑步的时候 你还是很扯气地可以和他聊天 其实这样的强度就适合了 就是燃烧到你的脂肪 而不是燃烧到我们进去的不同的脂肪 或者是我们的肌肉 这个情况之下 有很多时候大家不知道 不是拨命跑步就对了 所以其实你如果还可以和你家人 或者是你一起跑步的人一起谈斗解 好扯气 不过和他一起谈斗解 这样的强度就适合你了 其实戒烟都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华人其实都不知道 例如我们可以用口服的药物 用尼古丁的黏贴 尼古丁的吸霧 香口胶 或者是喉糖 所以其实帮助的方法是很多 但是那些市民需要认识 而有些的喷霧 香口胶 黏贴 其实在普通的药房都可以买到 不需要去见医生的 固然见医生就需要了解一下 一些药物 看看有没有副作用 看什么其他的帮助是最好 我们都知道华人其实都可以试下 最近有一个戒烟热线 他们都说有这个翻译的服务 叫做Smoker Hot Helpline 另外一些戒烟的资讯 其实都可以去我的诊所 或者一些资讯都可以 一年一度的父亲节就快到了 每一年的这个时候 总是会为选礼物而感到烦恼 今年有个朋友告诉我 在Rutherford和Jans Street交界 有一间大型的购物中心 叫做Valmills 那里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店铺 应该可以选到我所想要的礼物 很容易的我就找到了Valmills 一下了高速公路 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超大型的停车场 哈 这一次总算不用为了 找不到停车位而感到恼火了 不仅如此 Valmills还特别贴心地 为顾客们设计了Shopping Shuttle Bus 嗯 想得这么周到 怪不得很多旅行团 都把这里设置为旅游的指定地点 Valmills真的是有很多不同种类的专门店呢 像是专门卖户外用品的Outdoor World 专门卖玩具的Toys R Us 以及一些我们熟悉的Winners 或者是各大体育用品专卖店 在这里你都可以找得到哦 甚至连宠物店这里都有呢 Valmills的大堂装修真的是很漂亮 在这里购物 总是有一种心旷神仪的感觉 终于有一次选礼物 不像是在完成任务 而是可以开开心心 轻轻松松地购物了 哇 这里还有卖巧克力的呀 这可是我的最爱 嗯 不如买点巧克力回去 跟爸爸分干同胃吧 不知道他心里会不会跟巧克力一样 甜滋滋的呢 这里还有为小朋友设置的游乐设施呢 嗯 早知道把我儿子也带来 让他开心一下 逛着逛着 肚子有点饿了 不如找点东西吃 这么多种美食 我要选点什么吃好呢 想不到连Foucault都这么大 能做好几千个人吧 好多品牌的服装呀 可以给小孩子买点 还能给自己买点 趁老公不在 赶紧入货吧 哎 哎 哎 这可不光是我哦 你看这里 男女老少每个人都大包小包的 这能怪我吗 只能怪他们太多好东西卖了 嗯 逛累了 休息一下吧 哎 别忘了给老公也买套西装回去 这样他就不会说我了 还有儿童推车可以租呢 嗯 这样下次来逛的时候 连省推车都不用带了 真方便 不 这么多家店铺 还好他们的信息够清楚 要不然我非在里面迷路不可 哎呀 哎呀 光顾着给自己买了 都忘了给爸爸买了 不过没关系 我今天还有大把时间 我愿意一千都腻在这里 感谢收看今天的大多故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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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